嗨 大家好 我是爱旅行的巧克力 巧克力现在呢是位处于 海拔最高的冰藏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藏 糖果拉山冰藏 然后这边呢 因为今天有WiFi 有网络好 所以休息了一天 那休息的日子 我都在忙些什么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货车太阳能板坏了 然后现在电量不足 在这边冲了一下电 宾馆里面 三个小时 充三个小时三十块钱 然后 这边呢 下午是一直都在做视频 这两个大神正在学习做视频 他们讨论了一下午 做出来一个视频都没有啊 哎呀 巧克力姐姐你不在 这些东西我们都琢磨不透 然后你今天一直在忙解释品 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你们 我们两个小白就在这里 互相在这里探讨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说 我也希望能够 太 太细 太细精了 你呢 跟你们学习呀 然后一下我都在干嘛了呀 你又不让我发言 你真的是 来 吃东西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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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专心在学习 茶水泡着 然后水果吃着 零食吃着 就看别人视频去了 不是 这个水果是你搞的好不好 你再拆张 你在陷害 我们只是聊这个事情怎么做 聊口渴了 刚刚才泡了一杯水 就这样 别的啥也没有 我的现在还在导视频当中 360里面的视频导出来 我下午已经做了11个视频了 好吧 但是我的视频都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容易做 他们的都是高质量的 没有没有 所以比较费时间 不不不 我很理解的 不是不是不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 最难的一点是什么吗 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和风格 这一点是最难的 比方说你已经通过你前期的摸索 找到符合自己的一些风格 或怎么样的一些状态 你就可以一直保持这样子 我们现在是最迷茫的时刻 你知道吗 怎么做都感觉 感觉老师觉得自己心里面不对劲 我们需要卖过那个坎儿 翻过那道凉 这是最难的地方 现在我们正在慢慢慢慢的征服它 加油吧 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现在的难处 我们也希望有所成绩能够向成功迈进一步 但这一步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我们不放弃 那我们比方经过探讨啦或怎么样啦 口渴啦喝点水 我们希望是继续能够向前走 把这个事情做好 那可能呢你就觉得说 你们俩在干嘛 你没有出结果 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们不看你的过程 我们这是看结果的时代 所以说可能 你有所误解 但我们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你的这种 这种状态也是可以的 需要出结果 不需要你的过程 你再艰辛也好 你再怎么样也好 你的结果它不是好的 那我们也是不承认它的 好吧 我们今天晚上没菜了 然后大兄弟拿了他的土豆 唯一的一个菜 然后肉就比较多了 这是我上次买的毛牛肉 哎呀 晚上又吃一个土豆牛肉吧 今天晚上牛肉准备的比较多 这是剩下唯一的菜了 还有两包泡面 一会一起煮三 都几点了 快十点了吧 都快十点半了 恶伯 啊 恶伯 你应该在问我 为你服务的时候 问我恶伯 哦 我错了 不好意思 辛苦了 快甲兄 没关系 我是最能忍受委屈的那一个 哦 九点多就在跟你说 可以了 差不多了 泡温泉 人家泡 人家泡半个小时 我呢 你泡了一个多小时 人家是在洗澡吗 我好久都没有洗澡了 跟你在一起真的迟早会短命 好了 刚刚把东西收拾好了 我们现在是换了一个地方 换到冰站 就是看熊这里 然后边做饭边勾引一下熊 看会不会过来吃东西 如果他不会的话 那我们吃完东西 等我把车开静一点 然后可以去看熊 我今天这个土豆呢 然后烧牛肉做失败了 就牛肉太硬了 土豆全部被吃完了 好吧 主要是忙事情去了 还是快脚小哥哥 基本上他弄的 谁说洗碗 洗碗 出来后来人家懂得起 我跟你说 洗碗 可以